塞尔提克星海格海沃德 资料照 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塞尔提克星海格海沃德 Gordon Hayward 在开幕战中遭遇可怕腿部伤病后 在治疗期间持续与球迷分享他的复健过程 而今天他在社群秀出他训练的超狂影片 让许多塞尔提克球迷开始期待 在海沃德回归后 绿山君将会变得多恐怖 海沃德今在IG秀出自己练习的影片 并写下正在慢慢恢复 每一天 每一周都感觉自己在进步 请继续往下阅读 而从影片中可以能看见海沃德 在陪练人员的阻挡下 不但能利用包括横移 后撤步 后仰在内的制造空档出手投篮 影片后段更在三分线外连续命中 展现好手感 让许多球迷惊呼 根本看不出来他受过伤 去年赛季开幕战 海沃德紧上场五分钟就左脚大翻船 造成脚踝脱旧气颈骨骨折重伤 之后整个赛季也宣告报销 而在例行赛尾声 阵中明星后卫恶文 Leary Iving 因左膝细菌感染需再度开刀 不过绿山军仍闯入东部决赛还和大地詹姆斯 Lee Brown James 领军的骑士敖战到第七战 而新球季若能迎接健康归来的海沃德与厄文 加上詹姆斯确定西游加盟胡人 完整版的绿山军新球季将会变得多恐怖 备受众人期待